DETECTED 蛤? TAMS GARA? 蛤 也太快了吧 它这个Reader 就是靠这个去DETECT到我们车前面那个RFID sticker 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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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卡恩 之前就听说过RFID除了可以过多 竟然也可以拿来打油 马来西亚其实有ROOT HIGHTECH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刚刚吃完午餐 然后我就跟阿Kan提起 我们决定当机立断 去试一下这个RFID打油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方便 这样HIGHTECH 走起 现在给大家科普一下 RFID打油到底是什么原理啦 其实它就是跟GOTOR是一样的 就是靠Reader去DETECT里面的芯片 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的车有这个RFID sticker 就代表说你可以用到了啦 那RFID打油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需要拿你的手机出来 不需要counter 也不用拿你debit credit card出来 就可以直接Bug好了 开始Bug油 OK就这样简单 因为第一次的关系 我们先setup一下先 过来 过来 打开你的Touch & Go App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Shell 点下去 OK Welcome to RFID feeling Got it 这边我们要activate它 这个是我的号码 因为之前只要你有申请过RFID 这边就直接 会show你的车牌了的 我们就activate 然后这边你要set一个 pre-set的amount 就是说你每次打油 要打多少钱 我们先set个30块 这边就算多也不用紧了 因为后面它会refund回给你的 所以如果你有bonus link card的话 你就link啦 没有就 像我家没有啦 OK我们现在就authorize 这样我就pre-set了30块 接下来就写 processing your activation 我们就等一下啦 等它activate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activation successful OK大概用了10秒钟左右吧 也太快了 OK我们现在可以上车 准备去附近的油站了 那我们刚才setup的这个30块钱 其实是第一次才需要setup的 只要set了一次之后 你每一次去你就不用再set了 它的apps里面其实有show哦 到底哪一个地方是有这个RFID打油的 那我们现在要去的show就是最靠近的 这边有写 show berseran makota turas 你懂啊你吗 是这个吗 真的吗 这个就只有一个show耶 那为什么是show呢 因为目前RFID只有跟show合作 patron啊 cetron bhp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的哈 所以你set30块就是maximum 每一次打是打30块 啊对 看到show没有 竟然就在我们对面 好像不是这间耶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它门口会有写RFID的字 你去逗一圈门口 全部我们去串好油站 ok 真的是要makota turas那边 这边应该叫balakong 所以是不同的 下一个show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顶那边是有一个 like camera这样子的东西了 所以下面这边有一个 倾一下 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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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 touch and go 哦 tack detected 蛤 tom sekarang 也太快了吧 它有点太快了 因为哦 只要它detect到我们的FID 它在80秒里面可以打 不然你就要出去要再进回来 这个我们要快点去打赢 我一下车 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按到就可以打 打着了打着了打着了 它这个reader哦 就是靠这个去detect到我们车前面 那个RFID sticker的 因为我们sticker在车头等嘛 然后这个screen就会告诉你 诶 你可以打了没有 所以我刚才其实一来到 把车park进去 它就已经跟我讲 bump sekarang了 OK 打好了 因为我们车还有油 所以只打了20块 所以已经打好油了 它因为我换了30块嘛 你看这边 它一开始会先扣我30块 因为我set了30块 但是因为我打20块吧好吗 它就会给回refund 给我10块多这样子哦 诶 各位 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打好油了 你太快了吧 完全不用拿手机出来 就直接下进去 然后直接就开始bump油了 我觉得很爽 很好用一下诶 但是咧 它还只有的就是 它不是每一间show都有啊 你看我们刚才还要走错了 特地来到 Nacota Trash的这一间 当然它还有别间啦 而且哦 它不是每一个bump都有的 你看里面这边 它其实是 只有两三个bump 才有RFID的 其余是普通的 所以你进到来 你要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RFID打油 它跟Petronas的setter有一点点像 但是setter会更麻烦多一点 因为哦 setter首先 你就要到了它自己app 然后你要开车去到 然后选几号bump 然后再放你要打多少钱 然后最后才开始打油 就是说你有setter的话 每一次打油 你都要有手机在身边 RFID的话就是更加快 完全不需要手机 而且它也不用另外一道 它就是用回自己的 它选过app了了 但是缺点呢 就是setter已经覆盖完 几乎全部Petronas 而且每一个bump都可以 RFID的话就是选择性哦 就是范围比较小一点 反正呢 就是RFID打油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因为它又方便又快 基本上你完全不用拿任何的钱啊 手机出来身上 你就可以就可以开始打油了 反正就是唯一希望 就是未来 越来越多station都会有了哈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去测试别的东西吧 当车